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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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显示出来 有个人过来了 挺好玩的 皮质方向盘手感不错 窝杆还是蛮粗的 换动摸片 不是平底的方向盘 电子排档 后方是有一些辅转件 电子手刹自动驻车 这还有驾驶模式的选择 现在是 它一共有四种 一个是运动 经济标准 还有自定翼 自定翼呢 就可以对于发动机的响应 转向手感 空调 看一下还有什么呢 看一下 对 对 分围灯进行调整 这款车的它的软件方面 做的是非常的强 车系系统呢 是半马智云3.0的系统 是最新的一个系统 我们来看一下 主菜单 变成这个样子了 包括座椅加热 都是有的 再有就是再看一下 手印机 这个UI界面看上去 它是很可爱的 这个图标啊 圆圆的 而且这款车呢 还有人脸识别 这么一个系统 就是如果你是车主 设定好人脸识别之后呢 进到车内 它的座椅 包括氛围灯 歌曲 迎宾的歌曲 都会自动调节到 你之前设定的 这种迎宾的模式啊 非常的有意思啊 这款车它的软件实力啊 确实很强的 暴死音响 这个座椅给我的感受 是非常非常的棒的 荣威现在对于它的座椅 设定的确实是很赞的 可以点个赞 包括对于身体的支撑 以及坐垫的软硬 以及长度 大家可以看一下 虽然它没有 腿托的调节 但是它这个坐垫是非常长 对于大腿的支撑性很到位的 而且车身的侧面啊 哎 腰部支撑这块啊 像我身体比较胖 哎 也是充分的照顾到了 并没有特别拥挤的现象 嗯 而且肩部 哎 肩部这里呢 也是ok的啊 电机的声音还可以啊 不是特别的糟 哎 这样通透性就会好一些了 因为它是一个黑色的车顶 嗯 后排的整体的空间感还是不错的啊 包括横向的宽度 还有腿部空间啊 嗯 空调出风口 还有空气净化器下方有两个USB接口 最主要的是它的中间中央的凸起很矮啊 所以中央的乘客坐起来的也是ok的 再看一下座椅啊 座椅的角度是可以调节的啊 座椅的角度是可以调节的 哎 这个调节的幅度还是蛮大的啊 现在我是一个非常躺 就是还是很舒服的 呃 这里呢 看一下它的中央扶手 背架 都特别的简单 行李箱的空间呢 还是ok的 因为 对于它的整个尺寸来说呢 而且它的座椅是可以四入比例放倒的 下方呢 是它的备胎 这里是它的一个小个的出物格啊 真的是非常难打 在下方就是它的备胎 以及boss音响的低音炮了 所以在拿取备胎的时候 一定要小心啊 它这个低音炮是怎么拿下来啊 它是有箭头指示的 好通过了场地的试驾 现在脚步在这里简单跟大家聊一聊这款车啊 RX5 Max 它有1.5T和2.0T两种动力啊 其中2.0T是这款车的一个最大亮点 然后整款车的一个提速啊 其实还是非常不错 我分别试驾了2.0T和1.5T啊 就来简单的聊一下啊 首先就是先说2.0T的吧 因为算是它的一个亮点车型 亮点动力啊 376米提速确实不错 因为它还有S挡运动模式啊 调整到运动模式啊 整个放松机就会被完全的激发 包括它的油门的脚感 双联合变速箱整体的一个搭配啊 反应速度确实是非常的敏捷 然后再说一下1.5T啊 1.5T是我们非常非常熟悉的 上汽的1.5T的动力了 总的来说这款车 它的一个极加速状态下 无论是1.5T也好 还是2.0T也好 它的综合表现啊 都是非常非常的不错 1.5T车型2.0T车型 它的悬架其实调校的都是一样的 这款车呢 它的悬架其实调的还是偏软 偏软 因为在这个转向过弯的时候啊 侧型的感觉的一个明显感 还是稍微有一点点的啊 毕竟这个车的一个尺寸啊 摆在这里 它的重心会比较高 转向的手感确实很细腻 无论是方向盘的一个转向手感 而且你通过驾驶模式的选择 可以单独的对它的转向手感 进行调整 选择一个合适自己的一个驾驶模式啊 这一点是这款车的 在行驶起来的可玩度还是比较高啊 RX5MAX这款车呢 虽然它的体型会比RX5略大 但是它并没有像RX8那么臃肿 所以对于城市道路行驶的话呢 即便你的资金不多 你买1.5T的车型 它的一个行驶品质 其实我个人觉得还是非常的突出 因为今天是一个小场地的内的试驾啊 所以对于它的整体的 包括日常行驶起来的一个路感 并没有什么特别针对性的啊 只是对于它有极加速啊 转向的操控手感啊 还有它的制动性呢啊 有一个简单的小体验啊 综合来说呢 RX5MAX这款车呢 均衡性做的还是非常突出啊 这款车呢 现在这个价位呢 我个人觉得还稍微有一点点高啊 如果未来有一定的优惠幅度的话 这款车它的性价比就会上来了 OK 那这一期呢 是荣威的RX5MAX场地内的 简单的试驾体验啊 如果大于这款车呢 有什么问题 可以在视频下方的留言板进入留言 或者呢 就是关注叫是否秀发永不突